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要讲讲征兵 什么征兵是征柬兵员还是征袭军队 因为这个是牵涉到未来一段时候两岸形势 因为种种迹象就是显示 较早时候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布兰肯见面 当时大家想想会不会中国真是扮演和士佬 令和乌局势相对平静一点 但现在发觉不是 普京见完王毅之后 跟着说不是和谈时效 直接将中国的建议放在一旁 跟着王毅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也不会从中国角度说不会被美国分化 所以继续站出来说中俄关系稳于泰山 大家记不记得这些新闻 正因为这个时候来说 现在西方或者中俄两边都觉得没得选择 因为形势就去到这个位置了 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 那些辩论比赛一个很经常的话题 就是 时势做英雄还是英雄做时势呢 现在糟了很多人要站出来做英雄 那美国又要做西方的英雄 普京和习近平就要做中俄的英雄 那糟了 现在究竟时势局限着 你大家都没得选择 还是怎样呢 于是就出现了现在国内经常说 我要征兵了 这个是征集军队的征 所以这个现象或者慢慢发展出来的趋势呢 是令人感觉到很不安的 中国人 过去常说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现在呢 就在酝酿着这个有很多气候 而最新的消息就是 美国呢 也都会有六亿美金的武器呢 是卖给台湾了 批勒了 其实六亿美金在一个国际的军售里面呢 不算多 哦 但是呢 他就可以起火上加油的作用 哦 他下少少火水 大陆那方面的反应一旦来说 最后就自己受伤 即是自己中华民族受伤 开怀大笑的只是美国而已 所以呢 大陆那方面呢 一定小心 两岸都要小心 啊 好了 讲回征兵那里来说 最新的一个动态 大家都知道 两岸是隔了百多海里 是吧 那你要说真是徽兵过去呢 你要三倍于对方的军力 尤其是现在不是讲人海战术的嘛 所以最近大陆有一个动向必需要注意的 就是怎样呢 将海军 将海军里面部分的兵源以致的设备 包括海军 海军航空兵呢 海军航空兵呢 经过一段时间呢 是已经有它的规模的 但是最近的特点呢 就是将海军航空兵里面的人和飞机 这一点是最值得注意的,因为中国要发展海军是哪个时候开始呢? 就是刘华清,就是邓小平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军委副主席其中一个就是刘华清 他是海军出身的,当时就说中国海疆这么长,但中国海军很弱 所以当时投放很多精力下去,近几年来中国说我们有航空母船 遥宁号,不过是训练的,不是打的,接着山中号第三艘,福建号 又未能打的,未入列的,大家就说中国也有航空母船 而过去这些航空母船飞机,或者在沿海港口里面的一些飞机 尤其是海军的港口,那些是属海军的,那些战机不是属空军的 原来呢,这几年来呢,是静静,这个就寒霉实手了,静静地这样将海军的航空兵 人或者是飞机,转出去空军,那这个来说呢,又有少少呢,是要跟大家说回 那现在呢,慢慢慢慢呢,就是揭回来了,以前的军委副主席里面有一个叫做许其量 今年呢,这一届里面飞多去了,那就留下一个张又合,那许其量以前是什么呢? 就是空军的嘛,是吧?他在金门炮战,即是五十年代的时候 他真的握飞机,真的有参加过一些军事的,是吧? 好了,那他做军委副主席的时候呢,就是说他在在位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的时候呢 原来是静静,那这个军事上全部都是静静的啦,美国都是这样的啦,那将 海军里面的空军实力呢,是转移了去空军啦,因为他自己的空军出身嘛 你海军搞定了之后,就让我壮大啦,是吧? 那所以呢,国内有一个说话,现在呢,体现出来了,就是将 海基,即是以海上为基地的航空母船等等的实力转为空基,即是空军为基础的 所以这个动向呢,是必须要注意啦,那就是预视着,第二天如果说包围台湾啦,你要空中封锁啊 那现在大陆里面的军队空军的实力呢,就大大加强啦,是吧? 所以最近你看,空军都有战狼嘛,最近和美国那个载住记者那架飞机在南海上面,很接近 双方只是一百五十二公尺而已,一百五十二公尺而已,一百五十二公尺而已 哇,大家好像看电影那样,一百五十二公尺,即是大球场再阔一点点,是吧? 那我经常说,我们是很不赞成这一类自相残杀 那你说,啊,不就变成被台湾走掉,喂,大陆都经常说,俄乌局势都可以政治解决嘛,是吧? 啊,而且,美国也都不会被台湾独立的,因为这样对美国没有处的嘛,它没有一张牌的嘛 那所以,怎样冷静的处理呢,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你单靠抗军,抗空军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不是的 好了,那我们再看回,正因为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看回近期大陆的一些宣传,空军或海军的宣传片 那有很多人眼里,马上就看到里面很模糊的一个影像,这个是什么? 就是大陆自己研发的纤空军,纤敌那个纤,哇,级别越来越高啊,有些人发现了所谓的纤三十五啊 那我不懂,我只能够请教那些人,那他就说,你再看看其他一些的迹象你看到的了,就包括什么呢? 就包括了,原来现在国内呢,在大学毕业生里面,就是不是好过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 你已经可以精兵入伍了,那大家都说,喂,以前你不是鼓励这些人去搞其他科技搞赚钱啊那样的 你一毕业已经可以入伍了,而过去来说,因为你精兵去打仗,冰那部分 往往在农村或者在落后地区,因为那些人没得吃,那他们是在军队里面有好的待遇 于是他们更加,就是中正于军队生活,这个是一个管理哲学来的,在国内 那他国内的精兵呢,就是要自己去找人,他多数来说是高级的哦 即是一征那些就是将领的,无论是高级或低级,你即使是一个牌掌 那这些都是军师里团连营牌啦,那你都是一些需要比较高一些的水平的 但是现在不是哦,那就是由大号毕业里面马上去做了,那这个呢就是再看回 现在原来海军呢,他自己本身将很多的设备去了这个空军那里 但他自己仍然有十四间海军的青少年航空学校的,是属于海军的哦 那就是不断去培养人才,然后输送给空军了,是吧 那这些这样的情况呢,就令人感觉到,再看回其他的资料 哦,原来现在国内呢,很多公务员都会缺工,或者缺福利,缺补贴 但是军方里面没有的哦,那按国内自己公布的,或者就是他不会直接公布 但是你看回解放军部,或者其他的一些资料,你就会发觉 军队里面分开两层,粗略来分,一个就是兵,即是基层的,一个就是将领 不一定去到上仗大仗,但是你有领,即是每一层都有领到那个领域的嘛 好了,原来你一到领那级,即是无论你是低级到一个排长等等 那个人工是有保障的哦,你已经是脱离了冰那部分了哦 现在的平均三万八了,那这个呢,就不是很具体的,怎么划分 那就是说,公务员现在,什么万人,人工 如果你去到,即是有军陷的,三万八,而高级的五万八等等 那这些是透过他们的军方研究,怎么加强视野里面的资料出来的哦 不是我说的哦,我没有泄露机密的哦,是吧 那所以,再去看的时候,现在军方经营生意,是绝对可以的哦 那就是换句话说,他是要用利益来巩固军方里面那个忠诚度 不要紧要,外国都是这样的,我经常说的,我不是因为这样而指责中国 现在问题就是说,你这样的一个用人数,用的数量来去巩固质量 那你在科技上面,军备上面你可以提升,但是你要操作的嘛,是吧 反过来,台湾都是这样的,台湾是不断向美国买军机 但是现在台湾就忽然发现,就出现了不够军机机师哦,是吧 那所以,这个情况在台湾和大陆同样出现的 所以,我们再看回更阔一些的形势了,就是你单单的抗军精兵就有用了 你还要看整体,因为打现代化战争一定是经济的,好了 那我先讲讲台湾先啦,台湾都比现在两岸的局势呢 是没办法捏住,那所以去年,你只是看全年的业绩呢 你看不到什么,但是你看去年下半年的业绩呢 你就会看到,两岸以至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得益的 好了,去年下半年,台湾那个业绩呢 即使它最大贡献,或者贡献很多的台积电都下降 上半年还OK,下半年下降 接着呢,估计今年2023年台湾的经济增长呢,百分之三左右 大陆都是用这个数字,但是呢,台湾都连续两年呢 是没有突破百分之三了,如果是这样计算的话 好了,接着大陆那方面是怎样呢 大陆那方面,我又用回官方的数字先啦 他说,2022年全国国民的平均总收入有突破 一万二千六百美元,这是人均来的 他说,这个已经是去到中上收入水平了 不过大家要懂计算哦,那他这个呢,是用美元来计算的 但是如果按这个这样的计算,人民币又贬了值哦 不是说,升值,价值就贬了,对外价是升值 但实际上价值贬了,那一对起来呢 实际上去年人均的国民总收入是跌了纳1% 那跟着呢,就是跟世界银行,世界银那个比较呢 算是中上或者算是高收入的,是一万三千美金一年 那就是说中国未达到啦,不要紧要,继续做啦 不过,有另一样东西,值得看啦 就是中国老百姓的银行储蓄率呢 现在累积到十八万亿,十八万亿 那么新增的是六万二千多亿 就是说大家都不愿意花钱 这个不是纯粹说过去几年疫情大家不消费 国内自己本身调查过最近一个金融界人士 又是他说你金融精英,你都乱柴台 但是金融界他自己看钱,看数据而已 他就做过研究,国内的人不肯花钱 就是因为怕你通胀,怕你各方面的特变 所以这一点是刻刻就证明了大家对未来两岸 以至中国局势对外关系的局势那种隐忧了 好了,这段时候,美国又卖武给台湾 刚才说过,不过呢,美国同样做另一样东西 就是在大陆里面设置,你说那些是民间资金来的 怎么设置呢,美国可以做气候的嘛 好了,刚刚最新的一个数字就是美国的 就是中国美国商会 在中国的美国人组织的商会 他最近做了一个调查 就是说,现在以中国大陆为第一投资地的美资 降到百分之四十五了 在两年前百分之六十五,现在是跌到百分之四十五 换句话说,百分之五十五的美资 不以大陆作为第一的投资地了 好了,与此同时,我们又看回中国自己公布的数字 他说,中国现在很有钱,向外投资 他没有说这些向外投资是官方的民间资金 在2022年下半年,我就说下半年 因为下半年的形势才说明到问题 你全年皆来就模糊化了 好了,去年下半年的中国对外的投资是多少钱? 你看看,八百四十二亿美金 是上升了百分之二十一,上升了两成 里面没有说究竟是官方资金 还是说民间资金 那表面上看来,中国仍然很行 走向世界咯,是吧 如果你说官方资金 那没有人阻止你 但如果民间资金,你可以解读成为民间向外投资 赚钱回流中国 也可以解读成为资金外流 好了,与此同时 与此同时,又看回外资投入中国 同样下半年,去年下半年 那个资金多少呢? 资金就是四百二十五亿美金 即是回应刚才所说的 即是回应刚才所说的 美国资金以中国大陆为第一投资地的减少 那欧洲还没有找到这个数字 换句话说,外资投入大陆四百二十五亿美金 这个就是包括欧美、外资 一对比之下 即是中国淨流出的资金是四百一十七亿 去年下半年 所以这里来说,某个程度上是预视着大家对经济的观望 我都不说担心了,观望 跟着也是担心,这个真的是担心 是担心你们两岸关系不稳的 尤其是明年台湾年初大选了,总统大选 大陆又会不会射导弹呢? 因为我上次也说过 如果蔡英文今年八月去美国的话 大陆一定不会低调的 李登辉那时候 又是大选之前一年去美国 大陆射导弹 今次看大陆如何反应 但是从美国角度 他就是担心了 就是说如果你两岸关系不好 就是自己打自己 是将中国整体的中国角力向下压 对美国来说 他只是损失了对台湾的一些经济利益 政治利益他拿尽的 而台湾来说也很惨的 所以我经常说我不相信 美国是会在这些问题上 伤害自己利益 但是如果是这样 伤害两岸的利益就是自己人 你说值不值得这样搞呢? 所以从精兵的角度 平时我都有一些乐观的东西 但是如果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大陆 他自己是否聪明 如果不是 就是乐观 就变得盲目 悲观也盲目之想 对整体两岸包括香港都不一定好事 你猜两岸有什么磨砂的时候 香港会得益? 不是的 所以这些只能够长期观察下去 今天和大家交流到这里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